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拥有既能享受现代便利,又能获得私人独处空间的生活场所 本期分享将聚焦于两座位于美国纽约的都市绿洲,Columbia Island和Pea Island Columbia Island和Pea Island坐落于纽约州威彻斯特的新罗歇尔近海,靠近拉奇蒙特地区中心,从曼哈顿乘快艇只需30分钟 两岛位于新罗歇尔的长岛海峡,相距约0.2英里 占地仅一英亩的Columbia Island由一座建在基岩上的住宅构成 而Pea Island占地近五英亩,具备开放海滩和本土植物 Pea Island曾是胡格诺游艇俱乐部的聚会场所 现在作为Columbia Island的天然陪衬,和打造全岛式后院,为未来露天娱乐和私密空间提供绝佳场所 Columbia Island于20世纪40年代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无线电发射机而建 后来由电视主持人改造成脱口秀场地,并捐赠给新罗歇尔学院 现任85岁的业主于2007年购得该岛 并在经过11年和投资约800万美元后,成功将其改建成可持续发展的豪华住宅 岛上的住宅实现了完全自己自足的礼往生活 屋顶有两个太阳能电板,同时通过备用柴油发电机和电池系统保证电力供应 房内有地暖,备用锅炉,热水器,污水处理器,反渗透海水氮化系统和多个灭火系统 防洪和风暴防护设施包括混凝土海滴、抽水系统和防风百叶窗,几乎完全可以抵御飓 岛上可接收WiFi和蜂窝信号 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其在自然灾害和能源需求方面高度可持续和独立 这座岛上的住宅建在基岩上,类似曼哈顿摩天大楼的地质特征 周围环绕着5英尺高的海滴和景观甲板,提供了额外的稳定性和防护 历经十年翻修,其采用耐腐蚀材料,具备卓越的防水和防风暴能力 房屋总面积为5625平方英尺,包括四间卧室、两间浴室 以及开放式厨房和娱乐空间 低层空间特色包括暴露的砖墙和高天花板,可用作媒体室或艺术工作室 每个房间都享有长导的全景,夜晚更能欣赏到独特的纽约天际线 宽敞的客厅、厨房和用餐区配有巨大的窗户,而每个卧室都通向外部 使居住者无论从哪个方向观望都能欣赏到壮丽的水景 屋顶设有私人栖息处,可俯瞰纽约市的美景 该物业还包括一艘海军船和一艘舶船,方便日常出行 Columbia Island和Pea Island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 曾于2019年标价1300万美元联合挂牌出售 为在曼哈顿50英里范围内寻找私人岛屿的购房者提供独特机会 如有兴趣,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